沙拉越州选将会在后天12月18号星期六投票 早前选委会主席阿都干尼预测 这一届州选的投票率应该会达到70% 那尽管多个选区上演非常激烈的多角混战 堪称是史上最多 不过8点四热报沙拉越特派团队 分别在竞选期的上半城和下半城 驻守在古晋和石屋这两大城市 那两地的民众都认为说 不只是选举气氛冷淡 还有种种的因素都导致在外州工作的游子 他们选择不回乡投票 其中反复的疫情 还有就是上千令吉的昂贵机票 都是游子们考虑放弃投票权的原因 那以往的投票日前夕 机场码头和巴士站总会人满为患 但是这一届的州选 这些场景都是相当的冷清啊 无论是飞机快艇还是巴士的班次 也都比起疫情爆发之前减少了很多 沙拉月中选进入倒数计时阶段 这一次的选举因为防疫SOP的限制 各政党只能够转战网络 依赖铺天盖地的海报西海 以及在报纸上灯广告拼曝光 无奈的是整个选举气氛依旧是吵不热 在失屋地区 八点自热报记者走访了接壤家伯省 和拉让江上游的快艇码头 发现这里一片冷清 相比起以前码头人满为患的情况 管理员说疫情减少人民外出搭船的意愿 船公司被迫减少班次 不然每次选举之前码头不会如此冷清 游子回乡意愿不高 在码头外的德士司机也感叹 那换做以往 选举两个星期前就有很多的人潮了 但是现在选举气氛热不起来 码头乘客少 长途巴士总站也是门可罗雀 记者在走访码头之后 接着来到了失屋 接连其他县区的长途巴士总站 虽然说周旋的脚步临近了 但是售票柜台前却少有客人问假 一排排公民众坐着等候的椅子也空无一人 当记者登上一辆即将出发的巴士时 也发现这些巴士还有许多的座位没有填满 最近这几天没有什么人 多几天圣诞节到了才会多人 除了水路和陆路交通 身在沙拉越地区以外的游子 完全是依赖航空服务才能够回到家乡 但无奈的是 不管是要回到天鹅城失屋 还是猫城古近 飞机票都是贵的离谱 加上特定的防疫隔离措施 都是游子打消念头 不回家投票的主要原因 受访的民众表示 他们家中在外打拼的成员 敢在12月18号投票日前 回来的意愿都不大 飞机票那么贵 怎么样回来 回来一次要麻烦啊 有的在新加坡就够 这是他们自己决定 他们想要回就回 可是现在也是比较麻烦 要隔离一个星期这样 我会下门回来啦 不过也要看他们要不要回来 看啦他们自己打算喔 能回就回咯 对吗 是吗 不能逼他啦 不会啊 现在飞机都不飞啊 他们在哪里 他们在国外啊 不能回来啊 机票很贵 游子可能选择不回来 但是游子手中的每一张选票 都是各个政党不想错过的 几位政党候选人也发出呼吁 希望无论是在半岛生活的 沙拉越人 还是身在沙拉越的选民 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出来投票 希望大家能够如果可能的话 回来投票 毕竟这个是五年一次 你使用你手中的这个权力的机会 而且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西马的 我们沙拉越同胞们 这次其实对他们的影响更深 我们要的是 沙拉越自己的人民 组织起来的政府 我们想他们去告诉 他们的朋友 家庭的朋友 在沙拉越 我们要选择 告诉他们选择选择 选择选择 我们应该去沙拉越 一张选票看似渺小 但却是每一位沙州子民的权力 也是最有力量的民主声音 美丽的鲜鸟之乡 需要每一名沙拉越人出来投票 未来五年的命运 就在你的手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